大家好,欢迎收听 这里有爱新西兰的易得投扬 和社长Raymond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就是一宗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新冠病毒又有一个新变异 就是NU 变异 这里发现的是博之瓦纳 就是南非隔离的一个国家 这个NU 变异最初就在博之瓦纳 接着... 在香港发现? 不是 不是,最初是在博之瓦纳 接着就去了南非 在月中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去了南非 接着就回去了香港 在隔离的时候就染了疫 当时就没有说到它是新变异的 现在再看一些西媒的报导 就发现了... 原来那位仁兄就是36岁的 他就去完南非就回了香港 是的 那又去了香港 他在隔离的时候就发现了 那时候发现的时候就是11月13日 这个病毒有什么坚抽的地方呢? 现在那些专家当然出来说很坚 这个新变异就是 倫敦帝国学院的教授 TOM PECOG 说的 他就分享了这些细节 他说这个病毒变异 就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那个变异的针刺位就是非常多 那现在就有三个地方有 第一个是Boswana 那个针刺病毒的spike protein spike mutation 就是那个针刺的变异是很多 是的 有三十二个这么多 所以是很厉害的 那有可能... 意思就是更加容易感染? 他不是这么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最危险的情况就是 有可能令到这个疫苗是无效的 哇! 他是这么说的 那真是恐怖的 这个是他这么说的 所以... 这件事大家真的要小心 要注意了 他就说可能... 可能这个疫苗就会比Delta嚴重的 所以那位现在应该还在隔离 11月13日那个 他发现了 其实现在特区政府是要做些事情 一定要小心 要不然 这个变异传到内地 就大了 所以这件事是一定要非常小心 嗯 因为他还有可能令到... 不单止令到疫苗无效 而是令到你的免疫器官 即是免疫系统 不是免疫器官 是说错了 免疫系统都偵測不到这个病毒 有可能 为什么会这样呢? 现在怀疑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异呢? 可能就是在一些... 即是有HIV 或者外资病的病人上面 就可能混在一起 有些东西 即是有些东西混在一起 就... 令到这种病毒更加肩抽 好 所以现在... 这一件事是... 令人紧张的 那... 当然啦 即是现在大家都是害怕的了 那... 我自己看得到 我都害怕 因为呢 如果他真的跟... 这个... 外资病毒或者外资病患者 搞出来的这个变异 那之后呢 就会... 很有问题 那现在那个专家 即是Thom 你先说 如果真的这样混在一起 那就可以变得比Delta更加毒的病毒了 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 是的 现在伦敦大学那个维传学研究所的所长 Francoi Ballou 他应该是法国人来的 不过他在英国那里做的 那他就说 就是... 现在看到这些突变 很有可能 是一些... 就是免疫力低下的慢性感染者 这样搞出来的 那些进化是 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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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他还有一些位呢 就是... 就是... P681H 和N679K 那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那现在这种组合呢 就好像不是很稳定的 那... 但这个变异有可能 相对Alpha或者Delta 是会有不同 因为那个中和抗体呢 就未必应对到 这一种Nu的变异 那... 那... 目前为止呢 这个病毒呢 其实... 就是Nu病毒 已经在萨特哈拉以南 的一个地区 出现了这一种 其实主要就是两个国家 南非和... 博士湾 那... 那... 之后会怎样呢 不知道啊 现在其实... 大家都是紧张的了 因为现在... 有一样东西就是 很多地方其实就开关了 那一开关的时候 究竟会怎样呢 现在... 有点担心 其实... 就是因为... 现在出现了这种 比较厉害的 究竟是不是真的会厉害很多呢 我不知道 那... 这个就要看看之后会怎样 因为最初... 说这个人中招 好像是中Delta 最初说出来的情况 但是现在就... 发现了... 就不是 因为现在中标这个... 情况就不是Delta 那么简单 那... 这个是... 令人担忧 只能够说 那... 之后究竟会怎样 不知道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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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密切的监测 以及分析的 这呢 但呢 要比平常的变异要小心 就算Delta也很严重 本身大家都知道 现在还要弄一个新版 新版去到香港 接着要怎样呢? 我觉得真的要密切关注 因为现在有可能性 根据伦敦的专家说 有可能令到疫苗的效力降低 这就有危险了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可以逃过人体的防御 就会引起新的疫情大爆发 这样就可惨了 是就大惹了 如果真的这样就麻烦了 是麻烦到不得了 如果真的会这样的话 现在他们有新的警告 我们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就是几个小时之前 我看到也呆了 其实一看到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推送新闻的 我一看到就呆了 这件事还是很快去到香港 这个令人担忧 起码我自己是有一定程度的担忧 只能够这样说 目前只能够希望他 不是真的像其他可以传播得这么快 不是像Delta那样传播得这么快 还有这个疫苗是可以有效控制的 这个变种 现在希望是这样 但是这些东西就唯有靠科学家来做的了 所以这里要告诉大家 记得打疫苗 有些人说可能没有效了 那打疫苗来做什么 不是 问题就是 你打了疫苗 起码有基础的保护 就是Alpha、Delta、Beta那些 你都可以防倒 起码防倒重症和死亡 如果你真的不幸运到新的病毒 那没得说了 如果疫苗又没有效 我相信疫苗不是完全没有效的 也可能只是防倒重症 但是如果不打的话 可能真的会死亡 问题就是这样 是没办法的 所以大家尽量 就是我措钱的看法 都是去打疫苗 就是出街用安心出行 不要再扭扭灵灵 不要扭脚 就是在扭屎花花 不可以的 是 有些人还在扭扭扭扭扭 整件事不适合 而且尤其是病人 如果要去医院的地方再隔离 其实也是要 又是要防患于未然 我认为是 因为现在 其实 那个病毒就到了香港12天 究竟会不会有什么 流亡之鱼 射到社区真的不知道 所以特区政府真的要小心 因为特区政府 如果在这件事上 船上了的话 就是 《盲看编辑部》就会接台 很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有人不断骂特区政府 还有 就会骂支持特区政府的人 是的 你一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不骂他 所以就搞到政府这么无能 那就麻烦了 我告诉你 冷撑 哈哈 是的 所以 我一看到我是很害怕的 真的很麻烦 哎呀 OZ channel 有新变异 可能要打多两三针 其实那些疫苗可以再研发一个新的 其实就好 就是我的看法就好 那再要更新版本 MRNA要更新版本就快很多的 他们调一调节的基因 就又可以推出新的版本 如果灭活的话就要时间长一点 分别就是这样 不知道 现在希望大家能够打第三针 有网友已经打了 Danny Lau HK就说 很满足完成第三针新冠疫苗接种 如果打就快点打了 我们就快要整理了 如果特区政府失败了 就没有了 特区政府一定要顶住我们支持你 哈哈哈哈 整个台的所有的 每个人都放进去 哈哈哈哈 放进特区政府 哈哈哈哈 放进特区政府 真是搞笑 Melody Zeng 哎呀好烦 这两年不停出境 这个病毒 无色无味 没有感觉 担心了多少 不是担心了多少的问题 而是 最惨的就是特区政府 已经做得不错 都被人狂骂 如果有一件事 有脱漏结果流入社区 就大碍了 你又大碍了 如果是新版的话就还死 我告诉你 现在是一个新版 所以我是担心的 其实 现在有很多人 当然在心里面说 哎呀特区政府一定要複佳 複佳的话 我们就有运行了 没错 我们可以打残芒向编辑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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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Tim Gwish说得对啊 芒友集气顶着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知道有集气 孔卉司说 你在香港12天 都没有增加病例 应该控制住了 孔卉司不是的 因为 因为第一个是新的 第二个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位置 究竟潜伏期有多久你是不知道的 因为之前Delta潜伏期最厉害是二十多天 二十多天? 我就告诉你 是不是大件事? 如果不是更毒的病毒 如果是普通另一种变种 但是毒性没有Delta那么厉害的话 就是这样就最好了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是再给Delta毒多几百倍的话 那就是可以想到的了 我又不知道 因为现在我看到有点害怕的 因为另外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Genetics Institute的 Director Fred Coy-Baloo 他说这个病毒变异有很多变异 他说 Unusual Constellation of Mutation 他就这么说 还有他说有可能是在HIV病人身上变异出来的 你说怕不怕? 其实各位网友都是要发功 真是要正念 真是要正念 支持特区政府 支持特区政府 不要让这个病毒露出市区 如果是就麻烦了 流出社区就真是混蛋了 应该不会的 我相信特区政府也做得到 不过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变异 究竟他会有什么问题 你是不知道的 应该从而不处理 那个人是不是隔离完就可以放入社区呢 现在很明显不是的 因为他有新变异 你可以隔一会儿的 Tim哥HK就说面粉针友身上变异都有可能 面粉针友 都是令人害怕的 李明说我已经是微信大力宣传打针 其实我们都是建议大家最重要是打针 因为打了针的话 你真是惹到的机会 其实会比较低 还有重症死亡的机率就低很多很多 希望大家集气不只是支持我们的盲向编辑部 而是要支持特区政府 因为现在特区政府拘捕了 就糟糕了 我告诉你 林郑月娥不要说是连任 陈兆史被人说 踢他一脚他才会做防疫 那就人头落地 真的糟糕了 他要他人头落地 有些人说我要他人头落地 那就糟糕了 怎么撑也撑不了 我们本身已经人微言轻了 如果病毒都不避养的话 那我们就糟糕了 只能够这么说 真是死了 应该没事的 对政府顶着 要正面一点去看吧 但也要有最坏的打算 应该没事的 其实特区政府要有最坏的打算 其实可能要针对那个新的 就是香港零号病人 就要做多一些检测 那些东西 就是当他大帝那样 大帝复事 大帝复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我看到我都害怕 真的 这个疫情 说到这里了 好吗 因为大家都 我也不想大家揽炒 林明说 是啊 我真的不想大家揽炒 烧米饼就说 有种学说 就是进化的极致自灭 但是人类可不可以捱到那一刻呢 真的很担心 应该可以的 人定胜天 是的 我的看法就是人定胜天 所以不用担心的 这一方面就是人定胜天 但是我现在最怕就是特区政府 舔一舔就糟糕了 没办法了 那时候我们就被人围插了 就是这些人 叫人支持特区政府 所以特区政府就越来越狗糕糕 吃地球 你不支持特区政府 又不配合特区政府的防疫措施 又自己又不去接种疫苗的话 那你要特区政府做得多少 是不是要把你锁起 把所有未接种疫苗的人全部锁起 是不是要这样 不行的 哈哈哈哈 你一个一个都不配合 然后又坏了又不停狂闹 是很厉害的 真的 是的 坏了 很厉害的 不如是这样的 最初想说疫情停一停 不说这些 不是 差点 差点留了一件事 是的 因为呢 还有一个资讯要告诉大家 就是有关于小朋友接种疫苗的事情 现在我在这里 先告诉大家 为什么呢 这个很重要的 小朋友打疫苗 其实所有小朋友都应该接种 政府较早前宣布 12月2日起 年龄介乎12至17岁的青少年 可以优先开始预约和接种科兴疫苗 家长可以透过疫苗接种计划 或专题网站预约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或两间医院管理局社区健康中心接种 或者到参与疫苗接种计划的私家医生 或者诊所预约接种科兴疫苗 除了现有的服务网络之外 在11月26日 即明天起 家长可以于服务时间内致电 学生服务预约的卫生署 陆下的五间学生健康服务中心 这个电话号码就是 28569133 这个就是12月2日 可以接种科兴 28569133 那里预约就是 五间学生健康服务中心预约 柴湾南田沙田屯门西环 这个就是11月26日 接受预约 如果要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这个就是科兴 12月2日起 接受预约 或者即日丑 或者是在医管局核下的诊所接种 或者向参与计划的私家医生 诊所预约接种 那服必泰 是什么呢? 服必泰就是透过疫苗专题网站预约 去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 也有即日丑 复必泰就是 在指定的时间 去七间公立医院 新冠疫苗接种站 即日接种 12至17岁的青少年 必须在接种疫苗当日 攜同家长同意书 即是一定要家长负责 这件事情 差点忘记说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 昨天已经说了出来 那我们就 补述给大家 这个也要多谢民建联 民建联他们也有在Facebook公布给大家 因为我其实也是看民建联的Facebook 看到的 这个不是竞选广告 我们也要说 民建联没有给钱 我们帮他们卖竞选广告 绝对没有 我们只不过是 看到什么 我们就分享给大家 好 OK 那 SANCH说 整天自己都不打 成人 自己都不打针 怎会被小孩打给我 现在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成人都不肯打 真的 这件事都是 挺令人头痛的 你可以 怎么做呢 政府不可以逼你的 政府已经做尽了 大部分人都不肯配合 成人不肯配合 自然小孩也不会配合 不过我觉得很奇怪 想不到香港 这么迟才会被12岁以上人士打 不是 復必泰很久 这是科兴 復必泰一直都有 但是科兴这个是新的 所以是明天开始就可以预约 是这样的 先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突然之间拿出来说 就是因为多了科兴 有些蜗友 喜欢打科兴 是的 有些蜗友希望小孩可以接种科兴 现在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了 有意 因为之前特区政府又被人骂 为什么 有些年轻人一定要打 復必泰 心包炎 有些人这样骂 其实台养子女打了 是不是 打了 9月份已经打了 我儿子也打了 我儿子只有12岁 他打了 什么事都没有 唯一就是吃多了很多东西 现在就是每天吃三四碗饭 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很难养 哈哈哈哈 又是你家打机 又是封城 又没有上学 很贵 很贵 哈哈哈哈 结果现在是买了两个学 一个礼拜 两堂酥 是的 如果病毒变异 变得快 毒性未必会变强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现在的变异太多了 那一只新的 所以科兴是有点紧张的 之前要记住 科学家都紧张Lambda 结果Lambda 就没有东西到周围都是 Lambda 只在南美洲很厉害 Lambda 在南美洲很厉害 但是其他地方没有 没有东西到周围都是 就可能 没有东西到周围都是 可能科兴对Lambda 很有效 因为南美洲很多地方 都是打科兴 哈哈哈 可能 我不是说 我不是帮科兴买广告 你们帮科兴打 买毒针广告 没有 不是吧 绝对不是 哈哈哈 有些人都要 要这样污蔑我们 也没办法 Eddie Law 他也有说 而且传播得快 毒性也未必变强 否则宿主死了也传播不了 病毒自然会灭 不过最重要的是接种疫苗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当你有些未知的时候 你做些知道可以的事情 就可以了 我就觉得没什么问题 凶威斯就说 越变得多越容易变成流感化 其实现在都希望是这样的 应该都是流感化的 应该都是流感化的 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但是在流感化之前 会不会突然之间 有一种很毒的变异出来呢 我不知道 所以现在都要很紧张 Carol Chow 就说 我亲戚的儿子八岁两年疫情 下来变成了超肥仔 肉疼疼疼的 哈哈哈哈 那我就不知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就是这样 拜拜